这天,因为母亲带着女儿,鱼鸟到商店选购书包 鱼鸟非常乖巧懂事,贴心的选了个打折款 然而,得到的人就只是母亲冰冷的回应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母亲因为她没考上最好的学校耿耿于怀 父亲忙于工作,把教导鱼鸟的责任全推给了母亲 两人经常在深夜吵得不可开交 鱼鸟认为,自己是造成父母感情不好的坏孩子 于是,在夜里默默许了个愿 今天,是鱼鸟的挚友,想不足球比赛的日子 鱼鸟小心翼翼的请求父母一起去观赛 本以为希望渺茫 随之她的请求打破了僵持的局面 父母像是着了魔一般,变得温馨和谐 鱼鸟获得了用言语操控他人的神秘魔法 她的一句话,能让闯红灯的人乖乖折返回头 能让乱跑的孩子瞬间停下 甚至操控他们去跳舞,做任何动作 真是有趣 出于一时的好玩 鱼鸟和小布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恶作剧 家长日当天,同学们纷纷称赞鱼鸟的母亲变得很温柔 被鱼鸟隐约察觉,母亲的转变皆因被她控制了而已 然而她潜意识太过希望父母感情变好 导致魔法根本无法解除 怎么办呢?虚假的家庭她根本待不下去 最终,她动了离家出走的念头 大家好,我是魔女嘉尔 今天将给大家带来爱丽丝与长六下半部的解说 没看过上期的朋友,请先点击置顶留言的链接进行观看 故事衔接上期 历次成为人类的杀民被长六收留 预防她再度体力透支 长六禁止她随意使用超能力 不想她经常踩到长发跌倒 便带她去剪了一头清爽可爱的短发 尽管她总是害长六很操心 但在长六家耐心的陪伴下 她获得了更多人类的情感 领养手去办妥后 沙明正正成为尖村家的养旅 尖村沙明 与长六逛中华街的路上 沙明撞见了那对双胞胎姐妹 自从研究所遭到倒破 姐妹俩被内藤安排到了附近的技术学校上学 沙明得知 她俩是因为在外头早受过虐待 才会把研究所当成了天堂 理解了她俩当初阻止自己离开的出发点 三人和好如初 沙明更是邀约他们到自己家玩 鱼鸟利用魔法 获取了不少生活上的便利 路上遇见惊慌的沙明 发现对方竟然没有听取命令 原来 沙明本质不是生物 所以压根不会受到控制 这让不知心的鱼鸟与小布感到无比吃惊 小布希望能让鱼鸟好好回家 急忙问沙明 懂不懂解除这个魔法的办法 沙明意识到 是鱼鸟造成了这一切 双方引发争执 鱼鸟的能力 被沙明破解 接上恢复正常 可他俩谁也伤不了对方 因为他们的能力会莫名被对方抵消 还沙明的家人受到牵连 鱼鸟自知理亏 于是推开沙明 暂且跑回了自己家 强烈的饥饿感 使他浑身无力 母性温柔的关心 更让他不知如何是好 休息一阵子后 沙明恢复的体力 发现藏流 早苗 双胞胎姐妹都没有异常 瞬间松了一口气 双胞胎姐妹 受到藏流一家款贷 亲眼目睹过往年洗澡也不懂的沙明 不仅学会了洗衣 洗碗 还会招待客人 修理花草 顿时感到无比欣慰 三人开心的玩了一天后 沙明为了捍卫自己的家人 决定惩罚为祸人间的鱼鸟 以及小布 镜头切换至鱼鸟 几经思考 他决定接受现有的一线 从此不再去上学 而是待在家里 接受父母虚假的感情 这让小布非常担忧 为了不让鱼鸟越走越错 他出发寻找解决的方法 画面一转 透过街上的监控录像 内藤发现了鱼鸟的所作所为 便打算到他家好好谈谈 结果一连多次 被他的力量蒙骗 费尽心力 两人一次也没见到鱼鸟 与此同时 小布四处寻找沙明的行踪 碰巧的是 沙明也在找他 还费尽心思把他囚禁起来 逼他面壁思过 没想到 小布极力反抗 害羞沙明 救一救越陷越深的鱼鸟 两人的交谈 被藏六胡意间打断 无奈的沙明 只能放过小布 让仙境里的兔子 作为通讯工具 为自己传话 小布的行求 使得沙明悄躁不安 随后 他把一道大门 放进鱼鸟的家 果然 鱼鸟出于好奇 推开大门 并在兔子的助攻下 走进了沙明多年来居住的仙境 沙明远打算扮成大人 吓唬鱼鸟 随之人家一眼就识破了他的身份 还发现 是小布泄露了自己的住址 气得不死 两人的恒例 发生了冲突 一辆失控 仙境不知为何 突然扩大 再过不久 恐怕就要乘破现实世界 一条下降消息通知藏流 藏流不断决定 与他们前往现场 沙明发现 自己完全使不出能力 无奈向鱼鸟坦白了 两人面对的处境 可鱼鸟死活不幸 直接动身寻找出口 结果出口是找到了 然后却空空如也 沙明的能力消失 临时造出来的出口 当然用不了 聪明的一条下等人 决定透过最原始的门 也就是研究所的弟弟 进入仙境 屋边无际的仙境 大得吓人 靠屋方向赶着三人组 遇到了从前 沙明变出的小猪 只好赌一把运气 跟着猪走 途中 一条下掉入兔子 设下的陷阱失联 藏流与草苗 也不断遇到 不合常理的坏事 另一边想 沙明为自己的行为 向鱼鸟道歉 然而鱼鸟心里 其实也很清楚 都是自己的错 两人达成的初步和解 沙明倾听鱼鸟的心事 则知他父母常年都在吵架 使得鱼鸟感觉 自己根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 这一点 不就和以前的沙明有点像吗 沙明向鱼鸟坦诚 他是先进想了解 人类世界而诞生的物体 所以也觉得自己 是个随时可以被取代的存在 直到离开研究所 他遇到了真爱他的家人 美味的食物 永续的回忆 才领悟到这个世界 每个人 都必然有着他活着的意义 在沙明的鼓励下 鱼鸟和自身的负面情绪和解 决心要和沙明一起逃出这里 镜头切换至现实世界 今天是鱼鸟失踪的第七天 正当小布悲观地认为 鱼鸟不会再回来时 他收到了一张 由鱼鸟手机发出的先进照片 原来照片是兔子偷了鱼鸟手机拍的 可是为什么仙境突然有信号呢 兔子拿着手机挑衅鱼鸟 两人合作抢回了手机 发现信号的事 沙明推测 兔子和自己一样诞生于仙境 出于对人类世界的好奇 他肯定能够连接仙境与现实世界 于是利用兔子 他们成功联络上小布 请求小布 为他们寻找兔子的门 陈列东翻西找的过程 小布找到了那道门 与两人会合 随着猪跑了一大段路的 藏流与藻苗 也赶到了现场 正当一众人就要大团圆的时候 先进以极快的速度膨胀 眼看就要撑破敌压 大家还记得我先前讲过 这是一部很任性的动漫吧 藏流霸气十足的怒吼 竟然震慑了仙境 他停止了膨胀 让众人安全地回到了现实世界 你说够不够任性 终于能和父母相见 可鱼鸟感到忐忑不安 直到小布告诉他 在他失踪的这十天 他的父母每一天都拼了命在找他 他才知道 就算能力已经失效 父母对他的那份关心 也一直存在着 故事来到尾声 鱼鸟和父母言归于好 沙明在藏流的安排下 和鱼鸟小布就读了同一所学校 究竟这孩子将来 会变成怎样的大人呢 若干年后 藏流离开人世 帅心温柔的大姐姐 沙明心怀感激的 追思着与之相处的点点滴滴 故事结束